线上的家人朋友们平安 我是梦幻球方在我家的Vivian 最近天气真的爆炸热 好多地方的气温都超过摄氏40度了 这种人都快融化的天气 当然要吃点清廊开胃又消暑的凉拌系列啦 今天要分享超级开胃的冷拌面 你要叫它凉拌面也可以啦 清清爽爽的光是视觉效果都舒服 好几年前有分享过麻酱凉面的做法 今天这个做法呢老实说也不知道源自哪里 基本上应该可以说是我的乱乱做乱乱搭配的配方 发现这样做起来就是很开胃很好吃 而且做法也很简单 咸甜酸的程度大家都可以做一次之后再微调 反正它就是一款很好吃很自由 原理通了可以自己做调味上的变化 想辣一点想酸一点想甜一点通通都可以 相信学会了大方向 你也可以做出属于自己的私房凉拌面哦 超级简单又开胃的凉拌面冷拌面 我们赶快来准备所有材料的部分 所有材料配方就请大家自行一目截图 文字食谱的连结我也会放在资讯栏当中 点开资讯栏就可以看到 首先先来准备酱料的部分 里面的芝麻香料新香料 不管你用打碎切碎还是磨细的方式 通通都可以就是把它弄碎就对了 手边有机器的就用机器 没机器的就用手切手剁 把所有的香料新香料 放入耐高温的容器当中 我们要来进行油泼 用高温油泼的方式可以让香气释放出来 差点忘记葱白 葱白呢也是这个时候夹 反正就记得想要萃取出香气的都是放在油泼这个阶段 不敢或是不会用油泼方式的朋友 也可以起个热锅热油炒一下 把这些材料的香气给炒出来 那我是要用油泼的方式哦 油泼前把材料拌均匀 可以避免比较干燥的香料焦掉的问题 记得油泼的油要用耐高温的食用油 我用的是冷压洛璃油 它的发炎点够高 冷压的非化学精炼的比较健康 油温烧热到摄氏180度 瞬间油泼 哇塞这个香气真的不是盖的 又是一个拌菜瓜布都好吃的酱料啊 等它稍稍降温之后 我们加入所有的调味料 全部倒在一起搅拌搅拌 就是一个非常非常万用的拌面酱 最后可以加上些许的白胡椒或是黑胡椒粉 看自己喜欢哪一种 很弹性 冷拌面的精髓 综合冷拌面酱汁 GOLDING 这个酱汁也可以事先做起来 冰箱冷藏三天不是问题 来准备一些清爽的蔬菜 刨一点小黄瓜丝跟红萝卜丝 你想烫个豆芽煎个蛋皮也可以 甚至上面想搭配一点泡菜类 我觉得也不是问题 刚刚就说这个是自家的私房凉面 想要怎么搭都可以 煮滚一锅水大滚之后我们下面条 用市售或是自制的面条都可以 我这个是自制的阳春面条 因为很新鲜所以煮的速度很快 大概就是煮到面条全部浮到水面上之后 再点一次冷水 再次浮起之后就可以捞起 自制面条的做法可以参考我其他部影片的分享 其实如果想改成凉拌粉条 凉拌冬粉 凉拌乌龙面 其实都嘛可以哦 我试过效果都很棒 起锅后立刻冲入冰凉的水降温 顺便洗去面条外表的黏液 这样可以避免面条沾黏 不用冲凉水的方式 也可以改用吹电风扇的方式 看你自己方便用哪一种方式来处理面条 如果你是要用吹电风扇的方式 记得就是要抖动面条 让它散热 边吹电风扇边翻拌 面条整个冷却之后就可以 冷却之后的面条呢 可以外表喷上些许的食用油或是香油 防粘黏 这样子的面条就处理完成 取需要份量的面条放在容器当中 放上准备好的蔬菜 可以加上些许的花生碎或是坚果碎 淋上刚刚做好的综合酱料 撒上葱花或是香菜 喜欢辣的可以淋上之前分享过的油泼辣子 油泼辣子的做法可以搜寻一下频道 超好吃的冷拌面凉拌面 等你交作业啰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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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就来!我给来》 这就今天的食谱分享 别忘了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 然后立马分享给七粉好友 让他做给你吃 耶稣爱你 我也爱你 我们下次见 拜拜 和你 得 похож 柔 move triste anyway 我 胡 你 乖 要 你 你 走 走 走 suf 我 我 突然 你 我 看一看 你 gospel 我的任何瞬間已被左哭 我已經離開了 我的天氣 超大發生的 我已經離開了 我會離開了 你也會離開了 我會離開了 今晚我會離開了